有句话不消点 写在死面上 大多数的 网红色好口红 都是在售卖前 被品牌方挑出来 最不会出错的色号 为了去成为热门款 去营销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有一些 非常小众的色号 和小众的品牌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 金钱资源 最后反而会无人问津 各位贵的太太 你们好 今日敬请观赏 Hopcap Hall 冷门神星口红 土耳其 Golden Rose 就是那种号称 天然有机孕妇用了 也可以很安心的口红 这支肉桂色 真的是超级美 色号是107 真的就是 无比温柔的那种 一定要夸她的姿劣 她的姿劣 橘死缓 你们能看到我 而且她虽然是这种哑光的 但是她一丁点都不干 她是不会那种拔干的 这支115 又是那种超级无敌 显白的玫瑰红 这里出来先 我就是必须工作 而且我一定要说 我真的是纯纹很深的那种 她质地超级润 小众国货 Mickey Miko 我记得之前因为一次质地 我真的觉得他们家质地很好 然后我给你们安心过一次 他们家真的是神仙质地 这个色号叫做Yoshi 06号 她涂上去是那种 乌萌萌的玫瑰色 这就是为我们的 比较两身顶嘴里 这种特别特别苏语 而且他们家真的是 质地非常非常的好 就一丁点都不显纯纹 极其顺滑 还有这支01号的爱丽丝 涂上去又是那种又显白 但是又不是很过分 很浓烈的红 这个真的是个巴掌色号 整个我嘴的好好看 我觉得我现在子质 我可以笑得很夸张 就是妹 而且我刚刚一载上他们家的子弟 应该用撒赛形容 我涂得像那个词 就是慕斯 是慕斯蛋糕那个质地 韩国Perry Pera 这个号称是涂上之后 拥有韩国女团的嘴巴 质地是那种像奶油一样 这是01号的杏仁奶茶色 感觉是那种韩国女团 AV里面会出现的颜色 就是那种你走出去 跟别人吃饭聊天约会 别人不知道你涂了口红 但是又会很好奇 你嘴巴是什么颜色的那种 大家闺秀的嘴 我给你们细看 非常非常的温柔 粉粉嫩嫩的那种好看 像是吃了一颗那种 泰菲奶糖 然后在嘴上 融化掉的那种颜色 还有他们家这支一领号 是不是真的觉得很女团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整个人 白头八卦 它是那种一点点都 不乍眼的那种红 甜蜡 我觉得能够出现这个 耶稀稀 或者写的香气 你歇整 感觉有仙女在我嘴上 跳舞的那种感觉 就跳那种韩国的 热辣静舞的那种感觉 日本欠力口红 我整个必须要说 我整个日本的茄莉口红 整天在我心目中 就是开甲口红之王 质地滋润到死 这支102 它是真正那种婴儿的粉色 我第一次看 这么纯正的婴儿粉 这么嫩的一个颜色 这支407 又是那种 日杂的微醺感 就是像女孩子喝完酒以后 嘴巴透出来那种红绵感 超级超级日杂 我真的买到了 这个欠力的口红以后 我每天真的是爱不私手 你们真的一定要去找代购 问一下 最后我要说一下 因为它的显色度还挺低的 然后很滋润 其实你们评论还可以当作是唇膏来吐 我4607 有比笑语都将几道这个点 你们还需要一下 这么闷的点